大家好 最近两天呢 有一个比较热的话题 就是中国女排在参加亚洲杯的时候呢 跟伊朗女排在比赛当中 中国女排居然戴上了口罩 这件事情呢 就把中国的这个核酸检测这么一个 现在到了一种魔幻境地的核酸检测和防疫 对于新冠的这种 亲民跟着了魔的入了魔式的亲民政策 又再一次带入到了国际舞台上 当然了不光是在海外的民众 海外的华人对此有非常激烈的反响 大家都在口诛笔伐 国内呢也沸腾起来了 我就稍微聊一下 中国核酸检测这件事 已经到了魔阵的地步了 他闹得非常多的笑话 其实在我看来他不是笑话 他有很深的含义 以及他代表的这么一件 一个重要的一个现象 从这个现象我们能够透视出 里面本质的什么东西 我希望今天视频能把这一点说清楚 中国的核酸检测的这个笑话呢 你比如说很早的时候啊 我的朋友在国内说的 在大米里面去检测 有没有核酸 有没有阳性 有没有这种病毒 能不能检测出病毒出来 你说大米谁拿着大米来鼻子里面闻 或者说怎么着 你让大米一煮 这个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再说你也不是说马上就拿来吃的 所以那个纯粹就是匪夷所思 然后呢 其他更匪夷所思的 比如说前段时间 说沿海的那地方 打了起来的鱼和虾 他也要去检测一下 那些鱼本来就没废的 他也要把这个棉签捅到鱼嘴里面去 去看是不是能测出阳性出来 那这个 这个是一个科学的做法吗 所以我们就突然就发现 中国的核酸以及这个防疫 已经有很长时间 没有任何的专家学者出来说话了 或者说没有真正的这种 医疗的专业人员 对此有什么研究结果出来了 已经不知道中国的核酸检测 是谁在 谁在主事 谁在制定正确的方向 国内也几乎没有人进行讨论 大家已经变得心造不宣了 首先 其实这个事情 你说在中国是谁在提供 技术或者说医疗 或者是科学方面的咨询 在美国国家原来都有 原来是中南山 现在中南山也不出来了 但中南山已经算是在中国 抽了大街了 带货的 带货亡了 所以他中国没有专家出来 对中国的抗疫核酸检测 发表过什么意见 也没有看到有什么最新的研究成果 但是整个国家呢 就沿着那一条不可更改的 那个清零的政策上 就是这么坚定的走下去 所以中国的核酸检测 中国的清零政策 中国的防疫 根本就和医学没关系 医学或者技术专家 或者科学家 在这件事情上就没有发言权了 那一般官员呢 中国的政坛呢 你看政坛上也没有 一般官员也不敢谈及 这个核酸检测的事情 他们只有执行 他们只有就是 坚决执行 他们从来就没有考虑过 这个核酸检测 对他们带来的冲击 实际上核酸 以及清零政策 对中国的经济造成是致命的打击 现在你比如说上海 原来是中国老大的经济 现在早就不知道跌了多少位去了 上海已经属于一种贫死状态了 最新的消息 上海的五星级酒店 一大堆全部拿出来 就是低于 那个周边的土地拍卖的楼板价 低于市场价 非常多的价钱在卖 五星级酒店 就说明这些资本 已经要跑了 资本觉得上海就没生意做 五星级酒店意味着上海不会跟国际有什么接触 上海没有跟国际接触 就表明中国也不会开放 中国还就会真正走入闭关锁国 同时也表明中国的这个国内经济衰退的一塌糊涂 就没有一般人或者甚至政府的人 他也消费不起了 所以五星级酒店就被甩卖 就被建价甩卖在上海 我们回到再说中国的这个核酸 核酸它就不是一件 所以它是一件政治的事 政治化的事 也只有政治的事 它才不计成本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这些 对经济造成如此致命的打击 而且不光是对地方的经济 不光是某个地方经济 是对中国全国的经济 都是如此致命的打击 这种情况下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 就在中国的政坛上 他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出来 对此表示异议 你说李克强 他最多 李克强最多最多 就自己不戴口罩 然后自己跑出去讲话的时候 不提动态清零 最多他能做到最多就是这点 李克强中国的老二 他都居然不敢出来 对动态清零说半个步子 那动态清零这件事 现在只有一个人主导 那就是习近平中国的老大在主导 因此所有的其他人 都不敢对这一件事情 发出任何的不同的声音 就算这件事情能把中国整死 他们都不敢说一句话 所以这个动态清零就变成了 像过去文革当中的 毛泽东的那红宝书一样 变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象征 你比如说闹出这些笑话出来 还有一个笑话是说 早些时候在中国的 比如北京机场 甚至在什么广州机场 在哪个机场 普遍的不是一个地方 他们还对机场进行消毒 对飞机跑道进行消毒 这已经疯狂到什么程度了 就是说这个病毒 有可能被海外的飞机带来 经过在阳城 在飞机跑道上 可能有病毒留下来 所以他们必须得开着这种 喷洒药水的车 把飞机跑道去喷掉 甚至有人背着那种 背着那种喷药的那种罐子去喷 人工喷 所以就这件事情 被美国的一些资深的战略研究师 有一个美国的一个民间的战略研究专家 他就总是举这个例子 他用这个例子想说明 中国的这个政治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寡头政治 就是说一个纯独裁的一个地步 他习近平已经是个孤家寡人 任何其他的人都不可能 对他提出什么有意义的见解 或者有意义的 有意义的一些政策 或者说跟他 或者有意义的一些信息 只要和他的想法 不同的信息 他们都不敢提出来 所以全中国只有一个人在思考 那就是习近平 其他人你思考的结果 除非跟他是一样 你如果不一样 你就最好别说话 那你比如说 到了最近几天的这个女排 戴着口罩打 打比赛这件事 当然了 他们其实是职业运动员 那女排的那教练 是百分之百是知道的 这个研究成果 连我们一般人都知道 你戴上口罩 你就会缺氧 大概百分之二十左右 你在一般情况下 你少这百分之二十的氧 可能还行 但是你比如说 一个学生 长期戴着口罩 在教室里 他都是肯定会缺氧 都对身体是不好的 在那种情况下 其实他没有大 没有剧烈运动情况下 他氧气需需还少 对于职业运动员 特别是这种进行比赛的 双方都非常拼的 需要你自己几乎是百分之一百 甚至百分之一百一百二 这种体育付出的 这种状况 你要再戴个口罩 特别是还戴着什么 N95的那种口罩 那是绝对是非常危险的 这种情况下 很有可能你心脏会缺血 会导致心脏触停 就会猝死 那些有心脏病的那些运动员 职业运动员死掉的 这种事情比比皆是 你再戴上个口罩 这就真的是 就相当于你 你就给自己加上 就像心脏病这种 类似结果 但是他们依然让这些人 去戴上口罩 打了一局 当然输了 最后他们就拆下口罩了 有人说 这是他们在用这种方式 向中央提出某种抗议 我觉得这是想多了 有人说这是他们 比如说他愚蠢 他们根本就不懂 我也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他们不会是愚蠢 他们也不是说 用这个方法 真的是去想防止他得新冠 如果你正在防止的话 你就别出国 你出国 你有太多的这种机会被中招了 这是百分之百的 你就在那个体育运动场上 你又不可能戴上口罩 情况下 你在运动场 运动场是封闭的 那非常容易感染 但他没有办法的 他没有办法 你看那些打球 他打那些人 那些运动员都不得不把这个口罩 稍微拖一下 揣口气再把它蒙上去 他做的 在我看来 这个最可能的原因就是 他在向他的领导 或者向中国的这些高官们 表个态 表明 我们也在尽力努力 我也是遵守了中央的这个亲临政策 我们在尽力 我们居然在打比赛的时候 我们都愿意去戴口罩 他就是表一个忠心 他做到这些年 我们要输了 我们不得不把口罩摘下来 也就表明 他们在这上面也不是马虎的 他们也不是说到了国外 就忘记要戴口罩这件事了 他们是在向国内的高官表个忠心 那还有类似这样的事 你比如说 重庆最近在发生的山火 那山火到这么严重的程度 那可是要命的 那山火 那大家 但是在火场边上 这些人还装模作样的去 测核酸 那个那些大白还穿着防护服 在晚上这些参与救火的 那火就在边上烧着 这些人还在那跪着 给那些蹲着 什么 做核酸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难道做这个核酸 就比救这个火更重要吗 这个火烧过来 有可能烧死人的 也是一种姿态 所以有人就说了 这些人不傻 你说给鱼做核酸的 给狗做 给猫在那做核酸的 甚至家具做核酸的 在铁轨上做核酸的 铁丝上 钢材料 就拿钢的钢产品 那上面做核酸的 这些人都不傻 他们也都是在向自己的领导 表一个忠心 表明他们坚决的 就算他们做蠢事 他们也服从领导 让领导放心 所以整个民族呢 却非常非常的傻 他们做了这些东西 那些人到了 还有那些大白 骑着马 到那人机罕至的地方 那都没有人 没有办法进去的地方 去给那些牧民做核酸 你牧民根本就一个人 小家人呆着 跟周围都没接触的 就跟一大堆牛羊呆在一块 他以后也不会接触 现在这个人就是要去做这个核酸 这也是一种政治姿态 所以中国的抗疫 核酸检测 已经是一种纯政治活动了 而且这不是一般人的政治活动 一般人政治活动 怎么着也要考虑要自己的经济利益 或者基本利益 这是只有一个人政治 政治运动和政治象征 他就是习近平 而现在这个政治象征 越来越强了 原因是因为这个政治象征 又牵连着这个中国的政治斗争了 中国老大和老二不是在斗吗 李克强不是觉得这个核酸 就是卡在中国脖子上的 颈枯揍 就这一双手要掐死中国 中国经济甚至掐死中国 所以大家公认 李克强实际上也是这样的 认为李克强是反对动态清零的 那既然已经产生了 李克强又是习近平的 最大的政治对手 已经产生了这么一种 政治斗争在里头了 那这个核酸就更为重要 那对习近平来说 他不惜大家 就是搞死你中国的经济 他说了嘛 你中国经济不能光算 经济上我们要算政治上 这个政治上就只有他习近平一个人的政治上 那就是他这是他的路线 这是他的政治资产 这象征着他的统治 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 我们如果在看到这个事情的背后 其实就连习近平本人 他都有可能是被动的 不自觉的被自己把自己绑架到目前的这个地位位置上了 也就是他放不开这个东西了 为什么呢 你跟国 我们跟国内的这些朋友的交流 我们得到的第一印象就是 他们只要谈到美国 他们就说 美国 我们中国比美国好啊 你美国 新冠死了一百万人 美国新冠死了一百万人 或者国外新冠到处的流行 这是一个强心征 这对于非常多的中国人来说 这是一个证明中国比其他地方更优秀的 一个重要的数据 这也是支撑他们的一个最大的心理支柱 特别是现在 现在中国现在各方面都已经开始垮他的情况下 这一点尤为重要 而这一点也是他们民族自尊心的极为重要的一个支撑点 之所以中国现在觉得要超越美国了 他会变成世界老大了 他明天会更好 我说 现在的苦可以值得 就是因为其中有重要的一条 美国人很糟糕在新冠上惨了 输了 而中国人胜了 但是中国是胜了吗 还没有 如果中国他不继续搞这个清零的话 这个他们清楚的很 政府 他们知道这个 这个COVID会传染到中国的所有的角落 而且这些老百姓也知道 老百姓都有检测的 他也知道自己得了COVID 所以他坚决 如果有一天中国的老百姓发现 他政府压不下去 就报道不出来 他不在乎死多少人 他如果某一天发现 我也得了 我的亲戚也得了 我的父母也得了 我们到处的人都得了 尽管这就是一个大感冒 但最后发现我们跟美国也没区别 美国全民都得了 我们中国最后也全民都得了 那你中国有任何比美国更优越的地方吗 那他们就可以开始怀疑你中国最后死了多少 新冠 既然美国都死了一百万 那中国肯定也不会少死的 那这个最后的精神自助就会荡然无从 这也许是 所以你到中国去看 大家只要说到国外就说 你们的那个新冠肯定泛滥成灾不可控了吧 你们一败以上的人都得了吧 这是他们的心理自助 精神自助 好 我今天先聊 咱们下午再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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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